国家环境局过去两天检查了五级芝麻华登岭一带超过500个地点 发现大约30个英文滋生处 当中多数在住家里 自本地出现首起资卡病例 环境局已在华登岭一带展开密集的防纹和灭纹工作 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顺博士呼吁居民保持警惕 如果曾到出现资卡疫情的区域 并出现发烧等症状 应立即求医 她也预警居民同当局合作 让稽查员入屋检查是否有医文滋生处 并使用灭虫剂 许连胜博士星期天早上为乐林营阳指南主持推荐仪式 这本手册能让年长者了解如何通过饮食来社区所需的营养 并协助他们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以预防慢性疾病 热灵人士可以从这个手册的小贴士意识到 吃的健康就是只要吃适当的食物种类与分量 许连胜博士还一展厨艺 现场烹煮手册中介绍的两道菜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